我们又来到用Pill Ink 离心一脈 这个水脈软件继续画画的节目 上周我们学过了用Pill Ink 画足 今次我们顺势一下画蓝花 为什么选择蓝花呢? 因为在画蓝花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习到在Pill Ink 里面 另一种弘筆的方法 那蓝花是怎么画呢? 我们不如再次拿回丁英雄老师的作品 这一张是丁英雄老师的蓝花 这张画里面 你会看到蓝花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就是蓝叶 这个叶身通常会用重的深的脈画 你留意到这个叶画的过程中 那个叶身的粗幼是会有变的 原因是因为在画的过程中 你的芝笔的提案是会有变化的 你一路拖那个叶出来的时候 你会芝笔有时候压低一些 有时候提高一些 令到整块叶的粗幼是有变化的 因为它会比较有立体感 接着就是蓝花 蓝花通常是用碳墨来画的 很容易很简单就已经可以画到蓝花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初学的 一个好的绘画的题目 为了方便去画这个蓝花 我已经预先调配好四枝的画笔 在你飘鹰左边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笔筒 它可以给我们最多储存五枝的毛笔设定 现在二三四五都是我特意为画蓝花而设 所以我可以很快就拿到我想要的画笔 拿对的蜜色立刻可以画出来 就不用左转右转 先讲第二枝 这一枝你按下去 你会见到蜜色是饱满的 那个笔里面的蜜量是饱满的 那个蜜的水分是偏少一些的 第二枝是淡蜜来的 是用来画蓝花的 刚才讲的这一枝笔就是用来画蓝月的 这个是画蓝花 另外第四枝也是用来画蓝花 颜色偏紫一点 我希望蓝花可以 不只是淺灰 可以有多一些颜色的变化 另外在蓝花的花章 我会准备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蜜 用来点下去 目的就是趁蓝花 已经画了还是濕的时候 盡快拿着这一枝笔 这一枝暗一点的色 填到蓝花的章 让它有少少第二个色滲上去 先讲蓝月的叶 先拿起第二枝画笔 这枝画笔我较粗了少少 在画的过程中 这次我们可以用一用画树的画笔 当我拖拉一笔的时候 只要我用中指去推这个画笔 向前或者向后推的时候 其实那支笔都会以一个较慢的速度 压低下那张纸 或者是由张纸提起的 变成了那个线的粗幼 自然就会产生到变化 如果你第一次画不那么熟 可能你都要试一下 即是这样拉下去 滑一滑 我现在就是把画笔向前滑 接着画笔又向后滑 画笔又向前滑 又向后滑 于是者就是前后交替的 你便会发觉 你画出来的那条线粗幼 就会有这样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是很适合 是用来画那些难业用的 OK 好 你可以自己先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手势 迅速了 你会发觉自己应该可以 很轻易地画到 几笔的粗幼有变的一些难约出来 好 我们不如试一下去做 我们拆了这个画面 又或者你按Ctrl Z Undo 又可以 那就去清掉这个画面 好 我们选择第二支笔 就去开始了 画的时候 尽量用一个轻快一点的心情 就不要那么紧张 总之你记住 我们Pulling 有一个Undo的功能 你画得不好 就随时取消它再画 当我们可以用一个 比较轻松的心情去画的时候 其实才可以容易画到 一些好的线条出来 好 好了 大致呢 我们这样就画了两颗的蓝叶 好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画的蓝花 蓝花蓝花蓝 记住了 我会用一支 我会用一支 淡的 略深小小的画笔 这个是大小小的 紫色的画笔 去撇蓝叶出来 蓝叶大概是四至五片一组 像这里 你看到的 四至五片 那 撇蓝花的做法 其实就和我们上次画的 竹叶的做法 是大同小异 那也是你的画笔拖拉的时候 按一按键盘向上的箭嘴 等画笔提起的时候 可以拖到一个尖的尾 出来 大概四至五笔 就可以组成一个蓝花 很快就拿这一支画笔 趁蓝花还是濕濕的时候 就加一点深一点的蜜 即是这一支笔 加一点深一点的蜜 加到花瓣的尖端 让它尽量有多一点颜色的变化 这一边也一样是这样做的 我们最后会在蓝花的 那个花蜜的位置 我们可以着两颗 少少深一点的蜜 最后我们都可以在蓝花的底部 是半小小小小小小的 那在这个示范里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到 那个毛笔在Poing里面 提案的一些变化 那藉着这些这样的线条变化 其实呢 就可以帮我们画到很多水墨的画作 其实记住水墨画都是一个线条的艺术 只要用好的支毛笔 就可以产生到很多不同的效果 那我们下一集呢 就再试下画其他的东西 好 多谢收看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